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隔逢中上落,黃燈繼續掛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升了227點 升幅有0.8% 收報28,431點 但是成交就不配合這個升勢 只有674億 雖然今天港股曾經反彈過378點 最高見過28,582點 但是還未回補到 星期一的下跌跌口 即是倒營頂的跌口還未被回補 繼續在甲縫之間上落 那什麼是甲縫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兩條橫行的線 還有三條平均線 那些就是10天,20天,50天線 你見到恆新指數 其實這陣子 綠色那條就是10天線 星期一跌下來之後 它就在10天線之下 又是20和50天線之間 還有在兩個主要的支持阻力位之間上落 所以就是這個甲縫之間上落 基本上是暫時未有方向的 繼續都是黃燈信號 那好了 講回今天為什麼港股會反彈呢 大家都知道 因為是昨晚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放甲 有些人覺得他是極甲的 因為昨晚他說的 可以說是他上任以來最甲的一次 說明是會減息的了 所以七月底減息沒有原念的 那減多少呢 我仍然覺得只是減0.25來的 雖然昨晚他說完之後 市場對於本月底會減息0.5來的希望 又增加了 根據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 現在可能會減息0.2來的機會率 上去兩成幾三成 那當日在上個星期五 美國公佈飛龍之後 數據大幅高於預期 市場一度預期 減息0.5來的機會率 基本上是沒有機會的了 只會減息0.25來的 那現在突然間又高了 那又受到這些影響 那他就今天看到 全身資料反彈上來 問題是反彈上來 去回之前那個高位 即是上個星期五的收市位 沒有 沒有 當時是倒營頂 現在看到倒營頂 當時還不是倒營頂 裂口下跌了之後就是倒營頂 當時其實 就收在這一天 7月5日 收在28774點 那現在還未上回到這個位 這個裂口的低位 即是當日最低位 就是28715點 要上回到這個之上 這樣才是好 那還未上回到之前 這個就是在夾縫之間上落 繼續黃燈信號 我自己個人 比較傾向 其實對散戶來說 順勢而行 上個星期 因為當日曾經股 就說市會上去 那結果買大開勢 不幸運 那跌了下來之後 出現了這個裂口下跌 我是將那個信號 轉了做黃燈 那並非紅燈 轉了做黃燈 是警戒信號 如果你說跌下來 你不轉做警戒 那錢是你的 沒有辦法 我就會轉做警戒 要小心 那小心呢 不是代表要你清貨 清貨位呢 短線的沽貨位 紅燈信號 說到明 是在這個 6月26日低位 好了 那我們看回恆子 我們轉另外一個圖來看 就是這個了 就是近期一些的 順勢而行 既然跌下來之後 就要是什麼 就要是警戒 轉了做黃燈 那不是要你清貨 清貨位呢 就是在這個6月26日低位 27985 跌穿的話呢 就應該要清貨 那中間要不要一些減遲呢 高風險部分 的而且確 是應該減遲一些的 極短線 還有因為它跌穿過的平均線 是可以減遲一部分的 甚至乎 短線的部分 減遲一半都可以 中線的繼續持有 那在這個情況 是要順勢而行 好了 現在上回來 去回這個環區 現在是夾縫之間上落 繼續都是黃燈的 後市怎樣處理呢 如果跌穿 去到27985點 27985這個位 收在旗下 那就轉紅燈 短線應該減遲 甚至乎清掉短線 如果它上得回來 這個28715 就是這個下跌 要有之上收市 收市 收市 收在其上 那有機會轉回綠燈 因為有機會收復這個失地 就是說 當日 那個數據很好 那樣東西 搞到市場 如期 不會 當時是擔心 不會減這麼多息的 那如果 上得回去 就是這個擔心 多餘 是吧 這樣的話 就可以轉回綠燈 那到期時 你可以 增持 或者你本身持有的貨 就繼續持有了 轉回綠燈 不需要這麼警戒了 我自己個人 這樣順勢而行 這樣操作 是好些的 不要 因為 之前看 2萬9到了 可能會看到3萬 跌下來 你又不處理 不是的 順著那個勢 這樣就等於 見升 看升 見跌 看跌 事實上 作為散戶 順著那個勢 見升 是要看升 見跌看跌 不過你怎麼處理 設定好燈號 綠 黃 紅 就較容易去處理 那些燈號 有時候會誤判的 的確是 那問題 就是 你有一套策略 就好過沒有一套策略 這樣做就更加容易賺到錢 比較安心一點 好了 現在就算美國 是講到 會減息了 鮑威爾放了甲 對港股今天的刺激 兩百多點 繼續保持在中間 甲逢之中上落 黃燈沒有改變過 沒有衝到上來 所以你要分清楚 它對美股就非常利好 對港股的刺激 是有限的 對美股多利好呢 首先 納子就衝了上來 站在其上收市 即是收在歷史高位 最高的時候 昨晚做過 八千二百二十八點 收報八二零二 哇 正啊 納子是不是 標普500 和道指一樣 我沒有給大家看 不要浪費時間 都是一樣 是什麼呢 衝高回落的 就是衝高之後 沒有站在之前的高位上 標普500指數都好些 因為它很接近三千點心理大關 曾經升穿過去到三零零二的 在開市沒多久就做過了 之後呢 就回到三千關之下 有沒有機會升穿上去呢 仍然都有機會 因為美國放水 對美國 美股自然有利 是吧 雖然呢 有很多大行呢 就覺得它放水未必有用 例如 最新呢 其實都有個摩通的 他有個策略師 叫David Kelly 他就認為呢 減息對美國經濟沒有用的 沒有辦法刺激的 那麼 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師就認為 一定要減0.25% 因為減得太慢了 其實呢 都會對經濟的幫助 很可能呢 都不似如期的 那些大行其實呢 現在呢 覺得減息對經濟都未必好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對那個股市呢 現在你看到它都有一些刺激作用 至少對美股刺激是大於港股 但是我們是炒港股為主 是吧 美股好 那我們希望它帶動到港股 但是呢 很可能好像 這陣子的現象就是 帶動一點點 但是沒有辦法扭轉 那個形勢 重回上去 所以我們要看著 如果它有其他的因素刺激它 帶動它上來 我們轉回綠燈 例如是什麼呢 譬如說傳出來中美貿談 只是談電話的 原本 有機會 中國商務部那裡 有些可能就快會公佈說 有機會展開面談了 那會不會成為一個利好消息 刺激島上去呢 這個值得注意 另外就是 阿爺呢 其實很多天都沒有放過水的了 會不會有機會放水呢 就有刺激作用 大家要觀望 無論怎樣都好 短線而言呢 就是繼續在黃燈 直到它呢 上得回去 二八七一五支上收市呢 就有機會轉回綠燈 那到時安全些 萬一它跌穿下來 二七九八五呢 就轉紅燈 就要小心了 好了 資金呢 其實今天這幾天成交很低 昨天都是六百多億 今天都是六百多億 這樣的情況下呢 大家都知道 通常這些情況就是 炒股不炒市的 資金就走了去炒股 因為你現在在黃燈信號嘛 在那還行爭辭嘛 那些錢又沒有散 那怎麼辦呢 去炒股 說會減息 那有利地產股呢 那今天呢 那些本地地產股都彈一下 新地這些彈2.2% 那它的形勢上高呢 你看到好像這個箱底 這裏後秋 下來了 但是是不是很好呢 始終它現在都還是 其實如果看完這一邊 都是一個密集區那裏 它要升得穿上去呢 啊 例如138 甚至乎呢 破了之前這個頂 就是4月8號那些高位 142 那才為之真的好 那現在可以呢 希望啊 就因為這個減息的因素 受到刺激呢 有得慢慢捱上去 那這些大型股 就留意一下一些 適口敏感股 因為說會減息了 好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呢 其實這幾天呢 真的在炒一些提材股 主要是什麼呢 盈起之下的物管股了 那好像呢 星期三 昨天公佈了 說會 上半年盈利增長 超過九成的 就是永昇生活服務 昨天就是一支大棍升穿 創新高的 今天再升4.7% 一度呢 就升到上去 4.4毫半 那這些突破了環行區呢 連續兩天都大成交上呢 雖然它可能會蹬一蹬 但是呢 會蹬一蹬呢 我覺得都還是有機會上的 因為它的業績很好 那另外一隻呢 啞生活 啞生活呢 今天 就是昨晚呢 其實收市後公佈呢 就是說 上半年盈利會增長超過五成的 那今天就升一成 那你見得到它都是一浪高於一浪的 這些也是 你說大成交上來 有機會蹬一蹬的 但是蹬一蹬都好呢 估計它都未必會回到這些上升利口的了 稍微蹬一蹬都是後低吸納的機會來的 那還有什麼呢 如果內房股呢 有隻小的 中國海外雲陽 就是中國海外屬下的那間公司 那它公佈呢 那它公佈呢 上半年度盈利呢 就增長七成半到八成半 就刺激今天股價升了十五個百分 那還有一些小一點的股份 譬如物館股呢 今天有一隻叫做祈福生活 就升了22.6個百分 那些那些太小了 就算吧 譬如有些呢 電視股 大家都知道 近來有些電視的風雲 那亞洲電視控股707 就升了十七個百分 那大家都知道近來那隻 香港電視Hong Kong TV Mall那隻 也是升得很厲害的 那那些小的那些個別 有很多題材股呢 現在都在炒的 那大家呢 最好選一些有盈利 增長支持的股份 那些來下手了 那你說高 如果我不追的話 希望它後低才來吸 煤一點點 這些有盈利支持的股份 都比較穩陣的 那這批股份呢 可能在這個牛皮賞樂史裡面呢 就可以供大家做參考 那至於大市方面呢 短線現在是黃燈代變 直到它出現一個方向為止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